我们常常就是在讲这些神奇的东西嘛 那其实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可怕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吸血鬼啊 你就会联想到蝙蝠嘛 那其实蝙蝠有那么可怕吗 没有啊 你在路上看到蝙蝠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生物 但是跟吸血鬼连接在一起 就会觉得 看它会吸血的那种感觉 它不会 对它不会 它是吃水果的 有啦有分肉食的跟素食的 但它不会吸血好吗 哈喽我是嘎嘎 哈喽我是米江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宇宙 嘿欢迎 哈喽 嘿我们两个今天很慌乱 对一些小问题 我们可以完美的解决的 没事没事 好像你今天主要是闲聊 比较多 我们哪一集不是闲聊 哈喽 可是我们的妞妞要帮我 比较认真的查资料啊 也是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且聊一下占卜吧 它就跟我们的算命 是一样的东西吗 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占卜的话 就是在说算命啦 因为像我们东方 也有我们东方自己的占卜 就像以前你有看过那种 从乌龟壳里面甩钱出来啊 那个好像就叫 补卦 还有什么易经啊 易经是什么 也是算命的一种 反正东方的话 我们如果哪天 心血来潮 有兴趣想讲 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但今天我们主要讲西方 OK我们今天人在国外 我确实在国外 澳洲那边的也是占卜吗 我目前只有看过 有人摆摊帮人家算塔罗牌 但是我都没有去算 我就想说他全程讲英文 我也听不懂 就像我们那个球签一样 你就算解出来 你也听不懂他讲什么 对 我想他可能会噼里啪啦 一直讲 然后我都会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我就想说算了 不要去浪费那个钱 就是占卜也像我们去 那个庙里求那个钱 也是一样的概念 对不对 嗯差不多 反正就是说出 你想知道的东西嘛 然后人家就会给你答案 这样 好 OK 西方占卜的话 他当然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他们有三大神秘学 三大占卜术 三大占卜术就分别是 最大宗的就是占星术 然后再来是塔罗牌 然后再来就是卡巴拉占术 就是生命灵术 你有听过生命灵术吗 那是什么鬼 我没听过欸 等一下我们来玩一下 我先讲占星术的话 他当然就是星座嘛 但是他说 其实星座只是占星术的 其中一个小分支而已 星座是主要的一个轨道 但是星座它本身 不能作为一个术法 独立出来 他当然还得配合 就是比如说这阵子哪个星 靠哪个星比较近啊 然后什么季节 几月份啊 什么荒道 什么金星 什么土星 什么啊 不知道 好复杂 还有什么上线星座的什么的 对 好复杂 好复杂 但是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 我们这阵子应该是在水泥 尤其是泥 就算不懂我也知道 我可能处在水泥之中 水泥 有没有小星星是 占卜师了 可以帮嘎嘎看一下 他是不是在水泥 要怎么看啊 真的是 是不是也是要给他生日那些的 我不想知道太多 要不然会影响我心情 对 你就会想着 干我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塔罗牌 我们很常听到嘛 而且塔罗牌是很容易 上手的一个 占卜手法 应该算是我们小时候 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个东西耶 而且班上好容易有同学 就说我会塔罗牌 我帮你算一下 我没有印象 有没有人家帮我算过 但是我很常看到 就是有一些那种 就像我之前国小的时候 有看到同学 拿着一大堆塔罗牌 在那边玩 就是很容易 人人有一组的感觉 有一组 然后有那组感觉 就好像很厉害 尤其是国小那段时间 库洛魔法石 是最流行的一个卡通 对啊 对啊 所以大家都会喜欢那种东西 可是他那个库洛魔法石 他也不是在占卜 他是在打怪 可是那个元素就算是很特别 对 他那个元素很美耶 我那个时候国小 还有看到有同学 他说他会算塔罗牌 但是他拿的那组塔罗牌 是库洛魔法石里面的那种 设计的 很美 你知道我刚刚 因为好奇说 塔罗牌到底有几张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他说有78张 然后就我好奇 想说 嗯 那库洛魔法石 他们之前收的时候 到底收了几张 呦 看了那么多 几步之后他到最后到底收集了几张 对啊 结果我都去查了一下 他才收集54张耶 为什么 他不是还有二吗 下半部是吗 对啊 哦 他不是还有下半部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塔罗牌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所以他们使用的张数 也不一样 好复杂 那个也很复杂 对 我刚刚前检查了一下 就发现他有好多种体系哦 我们就不赘述了 我们也不专业 就知道很复杂 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 想要我跟嘎嘎去查的话 就跟我们说 我们就好 我们去研究一下 机会就去查一下 对 就帮我们两个高斯 嗯 好 那我们来玩一下生命灵数好了 他其实应该还有更多 去算我们其他生命灵数的 但是我很常看到的就是 把我们生日的西元年 然后还有月跟日写出来 然后一直疯狂而加种 直到只剩一个数字 一个个位数字 直到脑袋乱掉 靠北没有只剩一个个位数 我们现在可以来算一下 有公式吗 没有 就比如说 我现在把我生日念出来 嗯 我是1993年4月14号生了嘛 所以我就1993414 然后把这些数字 就一直疯狂的加种 就是两位数把它加成一位数 这样子吗 这好像国小有玩过耶 就是把1993414 这些数字全部加种 然后就一直再往下加往下加 直到加到只剩一个个位数 要怎么加 就比如说 1加9等于10 10加9等于19 19加3等于22 22加4等于26 然后再加1 27 再加4的话 就是31 31之后呢 我要把它加到上个位数 所以我的3再加1 我的生命灵数是4 那你算一下我的吧 靠 你的动脑 直接 你算一下吧 其实你比我简单耶 我还14 你就2跟2 10 19 22 然后再加4 26 然后你再加6加2 你的生命灵数是8 嗯 我先来看一下生命灵数4号人 4号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物实 有吗 还是你很浮夸 有吗 怎么办我光看到它的标题就觉得还好 我的优势是忠诚自律 好 我继续念 拥护秩序 做事条理分明 迅速了解事情及掌握重点 我讲一下缺点 不义妥协固执 然后不敢承担风险 你有算对 你确定有算对 是 没错 他内容写说 4号人不爱冒险 做事比较喜欢跟随规矩 及借鉴别人以往的经验 所以4号人一般都不向往做老板 4号人非常拥护秩序及自律 因此不少纪律部队中常会见到4号人 4号人另一个优点便是快速掌握重点 因此非常擅长学习 但他们的安全感意识非常强 当受到挑战时会变得非常固执 为什么我觉得就整个不是在讲我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咪咪有啦 就比如说比较遵守规矩这点 我觉得你是有一点的 就是你比较不会跨出那种框框外的感觉 偶尔有一点 在工作上吧 对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是这样 可是你自己是觉得没有的吗 完全没有吗 也不是说到完全 但是如果他是说我是极度是那样的人 我就可能不太是 那就还是先pass你的换我 好我来看一下8号人 8号人大致是权威 你是权威人士啊 应该是指说 比较喜欢掌控事情的那个人吗 我来看一下 你的优势是对目标坚定不移 诚恳 有商业头脑 追求权力 追求权力这个应该是没有 但是如果说前半段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 就是目标坚持 有啊 目标坚定不移 诚恳 这个应该是在说你善良的那种意思吧 诚恳 态度诚恳 不做奸商 是吗 不做奸商 但是还有商业头脑呢 哇你这个是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有这种能力 你说商业头脑没有 对 所以就是后面两个没有 但是前面两个有 嗯 好那我们看一下缺点 心高气傲 然后独行独断 容易骄傲 执着 独行独断应该是有 执着应该也算有 我觉得心高气傲应该是属于 你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是年纪小的时候 嗯 年轻气盛是吗 年少轻狂 然后容易骄傲 我也觉得还好 但执着 我觉得有时候会有 嗯 然后他说八号人的野心 比一号人 我刚刚没有念一号人 但他说比一号人的更强烈 因为他们都拥有 非常好的眼光及商业头脑 具备很好的领导能力 因此他们往往重视地位 希望尽快比同辈更近一步 哦 有上进行吗 竞争的那种感觉 嗯 对目标坚定不移 所以不惜代价 也会完成自己的目标 有时候很容易会有一些 不道德的行为 啊 刚刚不是还说诚恳吗 他说有时候 sometime sometime ok 然后因此作为朋友 一定要多加提点 哦 我要提点你哦 可是我没有啊 目前还没有出现 你要违法的状况啊 等我要做的时候 我先跟你说 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先跟我讲 但是我能不能阻止你 我不知道 ok 属于八号人的人呢 天生是自己做生意的材料 哦 然后然而因为 执着及骄傲 很容易令人迷失于金钱及地位上 记得不要太过独断独行 呃 多向前辈请教 对自己一定有帮助 哎 我觉得这点是有的耶 因为像有的时候 我都宁愿自己做 我都不会去 嗯 求别人帮忙 或者是请别人帮忙 我都宁愿自己做 比如说工作上的事 和向主管交代下来 就算我自己忙不过来 我还是会自己赶快把它 想办法弄出来的那种 嗯 可是我觉得独断独行 并不是你喜欢自己工作 而是不太会接纳别人的意见 或者是帮助 那不然就是独行这个有 独断应该是还好 独断可能还好 独断说不定是你 真的拿到权利了之后 你可能会独断 目前没有权利 好这就是生命灵数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 有很多生命灵数的那个 讲解的网站 生命灵数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大概了解了 啊生命灵数有兴趣的话 你到时候再把连结放在那个 show note下面给大家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灵数嘛 我们就讲我们的 对我其实也是看别人的文章啦 所以我就把那个文章 po上去吧 反正就是我们连结放在上面 大家有兴趣就去玩一下吧 去看一下 对去看一下 好然后我们后面 骷髅魔法师刚讲 我还没讲完呢 骷髅魔法师 雪兔 对啊 欸你比较喜欢小狼 还是比较喜欢雪兔 我正想讲这点呢 我比较喜欢雪兔跟哥哥 你说他们两个凑一对吗 不是 就是单纯喜欢他们 但是像小狼的话 就有点像在刻CP的感觉 就是小狼跟小鹰嘛 就是刻他们CP 他们就确实是CP 但是不会觉得想要喜欢他 像雪兔跟哥哥我就觉得 超爱 就很帅 羡慕他有这两个 大哥哥 我们小时候看这些动画片啊 你真的有看到玩街片过吗 我记得骷髅魔法师好像有 我还有看他的特别片 就是那个香港的 你每一集都有追就对了 应该算有吧 因为以前的电视是这样 不像现在我们还可以去选集数 然后想要什么时候看 就什么时候看 以前的电视是那个时间过了 你就看不到 对啊 所以我就说很难追完你知道吗 如果是现在要我去看的话 我前阵子是有去看 小魔女朵罗咪他 你说把他全部看完吗 对 但是装配有点惨不忍睹 我就有点受不了 可是就又很想要全部把他温习完 那你应该要去听一下月配 日配吧 月语 那个香港他们那个月语 怎么会是月语 放到他们那里去播 他们有月语配音 我比较喜欢日语 月语的我还好耶 月语的超好笑 我不要好笑 我要好看 因为我在这边就有一些香港的朋友 我就问他们说 小魔女朵人咪 在你们那里也有播吗 那播的是中文还是日语啊 他们就说 当然是月语啊 很多卡通到我们那里 都会有月语配音 肯定的啊 我就跟他说 那我想听月语的那个魔咒的说法 你会念吗 我只记得那个什么 皮卡皮拉 多多利娜 贝贝鲁多吗 呃 皮卡皮拉 波波利娜吧 贝贝鲁多 我只记得他最后就是什么 贝贝楼多 大家可以去上网搜那个 月语配音的那个影片 大家就会听到他们的月语配音 真的超好笑 傻眼 哦有嘞 香港的是 没有要直接听 我现在收 不管我收不了了 我要收 我去听啊 我念给大家听 还好啊 音差不多啊 我那个时候接受不了 我觉得超好笑 之前看小某女懂了 咪咪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 到底真的有没有女巫 而且为什么会变成青蛙 而且青蛙为什么长成那样 魔力绿卡 为什么 很可爱啊 很可爱 他们的青蛙画得很可爱 可是我完全没想不出来 他为什么青蛙长这样 不然应该有什么乌鸦吗 黑色的乌鸦 就不太像青蛙 不是有一部巫婆的电影吗 他们其实是变成老鼠 真认犯的那个 应该是国外的电影 对对对 女巫啊 隐藏在大家面前 人类当中 大家都认不出来 然后但是呢 他们非常讨厌小男孩的味道 他只要发现小男孩的话 他就会把他变成老鼠 这部电影之前 很久之前 安海瑟我演的 那个是翻拍的 我好像有看过之前 在那个之前有是吗 有有有 我很久之前小时候有看过 那个时候对我阴影也蛮大的 真的吗 因为巫女啊 把小孩子变成老鼠 虽然只针对小男孩啦 但是就还是 你才不干我们的事 因为我们长大就会变魔女哦 我们就是把小男孩 变成老鼠的那个哦 但是安海瑟威的那一个 我没看过耶 我只看过之前 安海瑟威 烈嘴的那个画面 我阴影也蛮大的 还有他的那个手指不是 也是奇形怪状的吗 要一直戴着手套 他们 对 那说到女巫啊 我就有一点好奇说 为什么古时候的人 都要把女巫吊死啊 或者是看到女巫都要把它烧死 看了很多国外的片子啊 都有在说就是女巫就是邪恶的存在 是不是因为女巫会施法 然后下诅咒 我浅查了一下发现 我觉得女巫就有点像 中国的那个玩骨的那个巫女一样 对她们的存在就是有点那种 应该是同等级的东西 国外只是流行黑魔法嘛 那我们这边就是玩骨的啊 什么玩魔咒的啊 对她们来说是邪恶的存在 也会跟恶魔交易啊什么的 对她们来说是这样 你知道那个时间她们是大肆的 只要看到那种单身的女子啊 或者是寡妇啊 或者是你看起来怪怪的人 她们都会把她抓起来 就会说你就是女巫耶 是因为害怕吗 对 因为她们对未知的力量感到很畏惧嘛 但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只有欧洲会这样 但是你看像我们中国大陆那边 她们也是也有这样的存在 为什么她们都没有像欧洲那么的夸张 我就觉得很好奇 是不是一种时代风气下 她们就是需要有一个靶子 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是宗教的关系 大概浅查了一下 她们那个时候是说 天主教跟基督教带领之下 去猎杀那些女巫的 所以是宗教的影响啦 我觉得是 就是我自己看起来啦 看一些文章是有写说就是 那时候的宗教领导人是坏的 坏的领导人 然后后来渐渐明白说 不应该将猎杀女巫 所以才渐渐的没了 然后后来那些领导人怎么样了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 导致她们那段时间 猎杀了非常多的女性 不管她是不是女巫这样 而且也不单只是女性喔 男生也会被认为是巫师 喔巫师对 还有巫师这个角色呢 她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畏惧黑魔法 所以才会这样 不过我觉得女巫的形象会变成这样 也是因为 她们其实拿这个能力 去干坏事的人还是太多 就跟之前我们讲的那个 你说酱头师 就是你拥有的那些能力 但是拿那些能力来干坏事的人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其实当时欧洲的那个猎狐行动啊 她们超过七成都是女性 其中呢许多都是那种 像我刚刚讲的无依无靠的女性 但她们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无辜的 你刚刚说的或许是真的有那种 真的玩黑魔法的巫女 但是她们抓的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无辜的 我知道当时就是她们猎狐行动 抓的可能很多都是无辜的 但是能够让那些宗教 捕风捉影 甚至后面洗脑大家 也变成这种状况 那当然是因为一开始开头的时候 拥有这些可以行使女巫能力的人 她们干的事情也 基本上应该大部分是坏事 但是我就想要说一点 人家都是女巫了 你确定你抓到的是女巫吗 她们是那种 凌错杀一百不放过一个的那种心态 你知道吗 因为你都知道她是女巫了 你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就抓到她呢 而且你可能真的把她杀死了 然后还可以复活 而且你自己也遭到诅咒 有可能 但我就觉得 你确定你杀的是真的吗 所以她们那时候都是那种 您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的那种心态 对 所以她们那时候大概 我这边大概说一下 她是1450年到1750年 反正就差不多200年的期间 大概有三万五千到五万人之间被处决 我觉得很夸张 怎么抓到那些巫女呢 她们有方法 什么方法 她们会去喂她量体重 因为据称呢 巫师跟巫婆都很轻 为什么 因为她们可以飘吗 我也不懂她们怎么去判断 但是她们 她们就是先去把她量体重 如果你的体重很轻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当作女巫或巫师抓起来 那她们是不是真的在清除那些流浪汉啊 然后死在路边的啊 只是一个就是减少人口的那个 对啊 我觉得是耶 然后还有呢 她们会把那个嫌疑犯 就是她们认为的嫌疑犯 丢到一个冷水之中 她们称为圣水 那如果她们沉下去之后 她就会被拉起来 就因为她沉下去也很重 她就会被认为说 你不是巫女或巫师嘛 但是如果她们浮起来的话 她就会被认为她是巫师或巫女 那不就是会游泳跟不会游泳 可是有些人比较胖的话 好像一到水中真的会直接沉下去 是这样吧 可是比较胖的其实反而会浮起来 是吗 因为脂肪 就是像紧张那种挣扎 紧张如果你一直挣扎的话 就会沉下去 对啊 所以我不懂她们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会游泳跟不会游泳 而且如果知道她们 是用这样的方法去评估的话 那就沉下去不就好了 你知道吗 像我的话 就是我想沉 但我沉不下去 自己沉不是可以沉下去吗 有很多人不是可以直接弹腿 然后坐在拥齿底部 但我坐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下去 但是我会一直浮起 那你就代表你不是女巫啊 我觉得那个可能也有一个技巧吧 你那就代表你不是女巫 那能坐到那个的就可以 就是女巫 因为她有魔法 可以让自己维持在里面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可以浮起来表示太轻 是女巫耶 我是 哦 沉下去了 就会 就会就是 不是 搞混了 是我是 我沉不下去 我想要让自己不要对沙滑 还沉不下去了 好反正这是一个说法 她们认为啦 如果你是女巫的话 你身上一定会有魔鬼的记号 因为就是会跟 他们会把嫌疑犯的全身的毛发 或者是衣服的扒光 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然后如果你身上有胎记啊 或者是一些伤疤 或者是一些油啊 他们会在这上面扎一根针 如果你被扎的地方没有流血 或者是看起来不痛的话 就会被认为这是魔鬼的记号 然后你就会被立展结 没有流血 我觉得有些地方是不会那么快的血会流出来 很神奇 这个标准 到底是在筛选什么样的人类啊 反正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知识不普及嘛 然后再加上宗教的关系 所以就是一个大型的悲剧 那些宗教告知一些判断方法 他们就深信不疑 而且那时候宗教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属于战乱时期 社会有点动荡的期间吧 对我觉得如果是动荡时期的话 很容易就会有这种状况 再加上那时候宗教的战争也是很激烈的 嗯 很多教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太复杂了 如果你真的想听 我们考虑一下 因为真的太复杂了 但是就是是因为有这些原因 可是我也看到好多电影 就是那些男女主角遇到了什么困境 然后就最后是找到一个女巫 帮助他们什么的 然后那个女巫就给他们一些建议 然后帮他们占卜啊什么的 然后就成功帮他们解脱 对啊 所以还是有白魔法的啊 嗯 但是对他们来说那都是黑魔法 因为都不熟悉的东西 就跟台湾那些鸡童 或者是所有通灵的人一样 他们如果可以预知未来什么的 别人就会觉得是一种很 嗯 就是人们就是总是会对那种未知的东西 感到惧怕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好 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女巫的形象都是这么可怕 我后来想想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跟黑魔法为物的话 我觉得长相丑陋 好像这点就蛮能理解的 因为通常跟那种 邪术啊 沾变的东西 好像都会长得起形怪状 就像你的黑眼圈可能会越来越重啊 你的眼球会越来越多红血丝啊 女巫还会临险到水晶球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西方占卜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工具嘛 嗯 然后可是我们很常看到的 当然还有水晶球 就包括那些其实占星术的那些老师 他们其实也会用到水晶球 嗯 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们到底是怎么从水晶球里面看到东西 我觉得这种又像我们之前讲的宏观能力 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 然后再加上你前面讲的阴阳眼那一集的灵世能力 没错 你讲对了 这是灵世能力了 我感觉怎么这些东西都可以连接在一起啊 只是换了不同的称谓 你知道我去查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那个水晶球的使用方法 然后一看到灵世能力四个字 我就 哦 原来如此啊 嗯 原来如此啊 突然一切都不用跟我解释了 我都懂了 他就说什么 因为你的灵世能力 你可以看到千里之外的情景啊 那是不是又连接到我们之前讲的宏观能力 水晶球也是可以累积不同的那种 波长反射的关系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又跟金字塔的原理有一点像 买来改运啊什么的 对对对 可能这个人走进来 然后深藏的磁场就影响了周遭的磁场 然后周遭的磁场就会把磁场状况 然后反射到水晶球里面 然后有灵世能力的那些人呢 他们就可以借由水晶球去看到 因为这个人而影响周边的磁场 然后再反射到水晶球里面 他看到了之后 再把这个磁场状况的陈述出来 原来这就是灵世能力 大家懂了吗 哇好神奇哦 对我想补充一个 就是那个我在看塔罗牌的时候 还有看到一个说法 他是说每一张塔罗牌里面 都有一个小精灵 所以才会那么的灵验 就听听就好了 可是那个塔罗牌的小精灵 是他们张普斯自己养出来的呢 对对对 还是那个牌里面本来就有 塔罗牌对他们来说是 有一点神圣的东西吧 就是你开卡啊什么很多禁忌 你使用这张牌之后 他就会跟你产生一种连结 连结之后呢 他就会慢慢衍生出 他有小精灵在里面 就跟小英是那组牌的主人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帮你产生那些灵世能力 所以才能算得这么准 又是灵世能力 但是这是一个说法 我算是知道了 张普就是灵世能力 对就是有灵异体制才能干到这种事 可是我总觉得塔罗牌就是你买一本书 然后把每一张卡片里面 是正的还反的的那个结果 然后背下来 不用背吧 哪本书在旁边看也可以 不一样的 这样很不专业 好 你说要把它背下来 但是它就只是一个广泛的结果 你还要依据那个人去问你的事情 然后去融会贯通 然后把那个结果跟他问的事情 结合在一起之后给对方结果 好 反正就是你要有一个 会写作为的脑袋吧 不然讲得太一般 人家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当然都知道啊 到底是不是神棍 我也知道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你刚刚说要说 我国小的时候被唬烂的事情 好 也是跟塔罗派有关系 嗯 那个刚刚不就说了 国小的时候 就是流行塔罗派嘛 那个时候我们班上也有一个同学 他就跟我说 他会用塔罗派算命 然后呢 他也有一个专门的老师 那个老师还是国外的 叫他算命 叫他占卜 对 然后而且他讲得很神奇哦 他就说那个老师 每天晚上都会开一扇门 然后里面有一个神秘的空间 然后他们两个每天晚上 都会在那个空间里面 然后他会教他 怎么使用塔罗派 他就说其实 他参与的是一个 专门教塔罗派的学院 但是那个学院在国外嘛 所以他们就会 针对不在那个国家的学生 然后每天晚上 就是用魔法开那个空间 然后教他们 是不是其实就是视讯 我刚刚也是这么想 我刚才想说 你这是网络教学 然后讲得那么神奇是不是 可是国小的时候 那时候网络 还没有很普及 但是 对 会不会纯粹 他只是做了一个梦 我觉得纯粹是他在唬烂吧 但我那个时候 身心不已 而且班上很多同学 都身心不已 然后都觉得很神奇 大家有没有觉得 米浆的国小同学 他人的唬烂级别 有点刀啊 刚刚就是我国中 都在唬烂他 你就要想 这应该是环境造就我 环境造就米浆 环境造就米浆 也变唬烂王 好扯哦 真的超级扯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国小也有被霸凌 那个时候他还就是说 他晚上的时候回去 请教老师 再来算一下 他跟班上每一个人的 那个因缘值啊 类似就是缘分的那个值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契合度 算跟你合不合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就后来隔天来的时候 哦大家的契合度 都跟他很高哦 然后就唯独 我的契合度很低 我就想哦 感觉是在讲废话 哦不是啦 就算霸凌你还要把一切都装作 是因为神秘学 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不能跟你很好什么的 对他就说 也不是我不想跟你好 塔罗牌都这样讲 不宜跟你交往 万一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 会造成我的命不好啊 什么的 那真的很唬烂耶 我刚刚也有去查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种 专门的学校 可是其实国外是真的有 针对三大神秘学 然后会有专门的学校去教 让他们去上课 就是像我们想要学化妆 然后去报名的这种课吗 还是有学院 没有是真的有学院 就是占卜学院 嗯占卜学院 专门学这个的 还是他会教其他的东西 专门学这个 像我以前就觉得 他们牧师 或者是天主教神父 他们其实有专门的 牧师学院跟神父学院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专门这个东西 不是蛮 怎么说呢 就有点 就是因为它是神秘学的关系 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感觉啊 嗯 就像我们说的 光水晶球跟那个索文 就要临世能力 对啊 之前就有讲啊 临世能力是要看个人体质 不是每个人都有啊 虽然我是觉得塔罗牌 可能是你想学就真的可以学吧 哦 真的会占卜的人 他是说 其实占卜塔罗牌 是很累的一件事 因为需要用到你的能力 我们现在如果讨论到 真正真正会占卜的 可能当然是连塔罗牌 你都需要有临世能力 而不是就像我刚刚的一样 把那些东西背下来就好 但背下来也是一个方法啦 就只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 但是你就是一个 制式化 没办法给予他们 能力所看到的东西 瞎掰也可以啊 哦 瞎掰的能力 对 瞎掰的能力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说 其实算命 我觉得占卜也是吧 有时候也就是一些 统计学跟心理学的问题 就是科学方面是这样啦 当然就是像我们 也是宁可信其有嘛 搞不好他是有真的 这个能力的 所以就信者横信 我现在真的觉得很好笑 临世能力 一切都是临世能力 其实你刚刚讲到学院 我就有想到 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 它就是吸血鬼学院 就是专门收留那种 有吸血鬼体质的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魔法的学校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国外好像都会 有这种学院耶 好好玩哦 那我现在问你 你相信 这世界上还有吸血鬼吗 嗯 我不相信 世界上有吸血鬼 但是 当做一个都市传说 听听而已 我刚刚的问句 居然是还有 对啊 就好像我相信 以前肯定有 对 只是不知道 现在还有没有 对我就是单纯一个 都市传说听听 就跟僵尸一样 对 可能没有那么的神鬼话 但是可能真的有 类似的东西吧 我在想 有类似的疾病 嗯嗯 就是那个疾病 确实是胃光 嗯 然后而且会想要吸 呃 吸血 嗯 就是真的是以血为食 可是我觉得他们会想要吸血 只是因为他们可能身体 缺乏某个东西 然后那个鞋里面有那个东西 所以他们会一直很想要去 嗯 吃 就是变成一个本能吧 其实知道这个东西 对你有好处 他就会去吃 嗯 对 那个真的有这个疾病 然后 就是会让我想到 像我们常常 就是在讲这些神奇的东西嘛 那其实 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可怕 就像 我们刚刚讲到那种吸血鬼啊 你就会联想到蝙蝠嘛 那其实蝙蝠有那么可怕吗 没有啊 你在路上看到蝙蝠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生物 但是跟吸血鬼连接在一起 就会觉得 看他会吸血 的那种感觉 他不会 他不会 他是吃水果的 有啦 有分肉食的跟素食的 但他不会吸血 好吗 那他就有看过那种 有一个品种的蝙蝠 是超级大只的 嗯嗯嗯 网络有流产产 就是大致到 你好像真的好像 一个人 然后倒挂在那 嗯嗯 但是他打开来之后 他的脸长得很像台湾黑狗 你像突然让我想到那个 普遍我就觉得好好笑 真的 他的脸长得超级像台湾黑狗的 但是他是超大只的蝙蝠 他的那个 品种就是这么大只 其实就像我们 前面最前面讲的嘛 雷曼就是会对 未知的东西产生畏惧 就是像蝙蝠不太残见 你就会觉得他有那种可怕 他都存活在黑暗中 对又再加上吸血鬼的传说 又会更害怕 那其实就是 那其实蝙蝠照到太阳 不会怎么样啦 只是他们白天是在睡觉 我会讲这个 就纯粹就是因为 很多东西都是 大家传来传去 然后就变了 就这才是都市传说 很有魅力耶 好棒喔 很棒耶 到底是谁把蝙蝠跟吸血鬼 连强在一起的 真的是人才 因为吸血鬼 就是行走在黑暗中嘛 就常常会跟那个蝙蝠 的感觉一样吧 因为白天都在睡觉 晚上才出来嘛 然后又有牙齿 那个两个虎牙在那边 就会觉得很可怕吧 我也不懂 好 我们最后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的留言 对对对 你是说最新的那三篇吗 就不是我自己留了那三篇 欸不要这样 好可怜喔 嘎笑 有一个小猩猩 她的逆称叫染鱼 她说主题很有趣 很适合放松的时候听 OK 谢谢 那很开心 我们有让你放松的感觉 说放松 真的适合放松的时候听吗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突然听我们大笑 不就 压力好大这样 没有啊 我的朋友不是都说 她都在睡觉的时候听吗 还是怎样 就听一听就会睡着 都不会被我们的笑声吓到 对 我就说我自己睡觉的时候想听 就会被笑声吓到 韩子 然后下一个小猩猩的暱称是 PiPen 真的是这样念 PiPen P K PiP K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她的那个留言的题目是 很喜欢听这类型奇幻的主题 然后内容是 想听更多奇幻灵异科幻等 真实事件讲解 好 我们尽力 谢谢评论 OK 念不出名字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真的很难念 我不知道她那个要怎么念 好 没关系 念错的话就张米江 到IG留言给她 你到IG 然后用语音传给我 告诉我那个要怎么念 OK 下一只 下一个 小星星的暱称是 雅美不能一直叠 雅美说 很喜欢你们闲聊 也喜欢你们说鬼故事 然后内容说 从IG看到小动画就开始听了 很喜欢你们闲聊 但思心更喜欢你们说 灵异故事 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希望你们会继续更新 有 我们有继续更新 有 我们还在努力中 谢谢喜欢 我们还活着 其实在之前 我都没觉得 我们的小动画 能够吸引到人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那个流量 真的是有点感人 要真的 match到大家的点 就是终于有一点成效了 因为之前一直觉得 我们小动画 好像是没什么作用的 有啦 我觉得可能还是慢慢累积 慢慢会有 更多人看到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我们的话 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给周遭朋友啊 虽然我每次分享 给我周遭朋友 他们都一度不回 我还想到之前 小星星在我们的IG精华影片下面留言说 很希望可以看到更长篇幅的 带有动画的内容 我回复那个小星星是说 因为嘎嘎现在还有主页工作 所以如果他真的画特别长篇幅的话 嘎嘎就会嘎掉 他真的会嘎掉 我们会继续努力啊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如果之后我们真的有机会 可以放手 然后专心的做这个东西的话 嘎嘎说他也期望 他可以再画更长篇幅一点的 动画内容 我最终目标想要就是 把我们的Podcast剪成一个精华 大概十分钟 然后全部画成短片 但是我可能真的会嘎掉 以后嘎嘎的时候哽 嘎嘎会嘎掉 嘎嘎不能嘎掉 对我们还在努力中 就希望有一天能达成这个目标 就也需要大家持续的支持 你们的回复就是我们的动力 对希望现在喜欢我们的小星星 可以继续坚持的支持我们 为什么要他们坚持啊 笑死 我怕他们中间气肯 哦好耶谢谢 嗯好 我们就这三则 小星星的留言 希望大家继续帮我们留言 谢谢 让这个节目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对好的留言坏的留言都可以哦 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们哪里做得不好 也可以跟我们讲 我们才知道 改进的方向 嗯OK 好那我们这集就分享到这 好最后感谢小星星们收听到这里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 诶你怎么帮我念 对不起 还谢咯 OK 好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 帮我们12345科星评论 都可以 让小宇宙有更多的星星呢 嗯 然后同时我们有很多 Podcast进化影片 都在小宇宙的YouTube 当然IG Facebook也有 嗯对 然后也不要忘记 最终按赞小宇宙的 IG及赔布哦 如果你们有 人生经历啊 或者是什么 小故事想跟我们分享的话 欢迎投稿 嗯好 我是嘎嘎 拜咯 我是米江 拜哦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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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